嗨 嗨 大家好 這邊是那個OPEN SOLE缺BOT的一層鬼 那我們接著邀請到這個柯柯來我們分享用他FACE來做缺BOT的一些應用 那我們來歡迎他 哈囉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就是有沒有人還沒有用過Hugging Face的啊 沒有用過Hugging Face的話今天就是適合你的這一場這樣子 會帶大家看一下Hugging Face裡面有什麼東西這樣子 然後如果有人有沒有人還沒有做過LiBOT的 好像大家都做過LiBOT了OK好沒問題就是呢 等一下也會有一步一步帶大家看怎麼串進去 而且其實不難非常簡單這樣子 只不過就是你要做得更好流程更棒的話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不過基礎程式碼其實不容易 基礎程式碼其實很簡單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就有我為大家講今天的這一場就是 用Hugging Face來做 Chatbot Building Hugging Face Building Chatbot is Hugging Face 大家好我是Coco 好那我先做個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大家可以叫我Coco或是叫我柯柯這樣子 怎麼叫我都可以 然後目前是連續四年當選Microsoft AI MVP 然後我參加過許多大型的技術年會這樣子 像包含CocoCup欸每年幾乎都要來的啊 什麼ModernWeb 明古屋開運年會 香港開運年會 然後APAC的PyCon 香港的PyCon 然後AGR的DevApps等等 就是參加很多大型年會這樣子 然後呢目前有跟朋友和寫一本書 就是關於 ChatGPT的書 不過我們是 AGR OpenAI下面的ChatGPT這樣子 這個晚點再跟大家介紹 好那除了就是Microsoft MVP之外呢 我本身也有微軟AGR最高等級解決方案架構師的證照 然後同時也有微軟AGR DevOps Engineer的最高等級的證照這樣子 此外還有微軟兩張中階的AI Engineer跟Data Scientist這樣子 好那這是我們今天的大槓 就是我一開始呢會先帶大家介紹HuggingFace 而且就是比較Live Demo的形式 帶大家去看他的網站裡面是什麼樣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去用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呢 就是呢會教大家怎麼快速部署 有一個方式可以很快去把你的Model給跑起來這樣子 然後再來會跟大家講怎麼串接到Live裡面的步驟這樣 好那首先我們先來介紹一下HuggingFace HuggingFace呢它是一間專注在自然語言處理的一個公司 他有建一個平台就是他的網站這樣子 然後他們發發推出了好多好多套件 最知名的一個套件叫Transformers 大家如果有做自然語言處理的話 可能都用過Transformers這樣子 可以讓開發者很簡單很方便的使用 然後呢就進行NLP的任務 等一下我們也會看一下程式嘛 真的超簡單的 然後呢如果你是使用者的話呢 你也可以在裡面找到很多NLP模型 大家都會上傳 而且呢很多都是開源的 所以呢很多人都會說 欸HuggingFace根本就是AI AI世代的一個Giha這樣子 就是說呢像我們過去Giha上會上傳你的程式嘛 然後開源 然後現在HuggingFace是怎麼樣呢 大家是可以上傳你的模型 然後可以開源這樣子 這個就是HuggingFace 然後呢大家用開源有一個要什麼 先看授權 大家無論你在Giha年代 或者在HuggingFace的年代 就是呢大家用開源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先看授權喔 你要先看你的授權 這是還蠻重要的 好然後呢HuggingFace它的目標就是呢 讓各種NLP技術更容易應用和使用 當然現在不只NLP了 很多影像辨識的 你也可以用它的工具 很好很簡單的使用 你要做影像辨識 或者你要做聲音辨識的 Speech Recognization的 它上面都有model 就是上面都有model 所以呢 現在已經不只限於NLP了 其實過去在做NLP時代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A論文用什麼 A論文用PyTorch B論文用TensorFlow 然後C論文用什麼 其他的框架 所以呢大家要把這些論文 發展成應用呢 其實是還蠻困難的這樣子 可是HuggingFace它就是呢 透過這個Transformers這個套件 幫你做一個統一的接口 統一的API 你可以透過這一個統一的API呢 就是很好的去讓自然語言模型 給跑起來 好然後呢 再來就是跟大家講一下Transformer是什麼 就是2017年Google發表了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這一篇文章 它裡面的文章 就是用了Transformer的一個架構這樣子 然後呢它表現超好 幾乎可以說是一統自然語言的天下了 像大家現在最紅的是什麼 TradeGPT GPT4對不對 TradeGPT呢它後面的架構 也都是用Transformer的架構這樣子 然後這個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去讀論文 好然後呢 簡單來講的話呢 HuggingFace呢 它就是有這個HuggingFaceHub 然後這個Hub呢 就是放很多模型的地方 我們知道GitHub 就是放很多Git程式碼地方 HuggingFaceHub 就是放很多HuggingFace模型的地方 那什麼Hub就是放很多的地方 好那再來呢 他我會把它叫三神器 是因為呢 這是目前 如果你要做應用會是最常用到的三個 就是說Transformer 然後呢 再論DataSet 你要怎麼載入你的資料集啊 載入DataSet啊 它這裡面都很好讓你載入 還有Tokenizer Tokenizer是所謂的分詞 它你可以透過它的工具 很容易的進行來分詞這樣子 然後其實它還有一大堆Library 有非常多Library 不過呢 我們目前要做自然語言處理 最常用到就是這幾個這樣子 然後其他Library呢 真的是很建議大家去看 像例如說你要自己重頭Chain一個 他會他有一些工具讓你很好 快速的自己重頭Chain一個這樣子 或者是你要做一些聲音辨識 影像辨識啊等等的 都有其他Library可以使用這樣 好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開發環境啊 真的是有GPU是最好的 真的有GPU是最好的 如果你有點錢的話呢 你可以買一台在本地端加 但是你的RAM可能會不太夠這樣子 然後呢 像可以推薦大家使用Google Colab Colab你花點錢的話 就會有GPU這樣子 然後還有像什麼 Caggle Notebook Caggle Notebook的話呢 也是花錢就會有GPU 或者是AWCG Maker跟 Agile Machine Learning 其實我會比較推薦大家用下面這兩個 我會比較推薦大家如果要做 NLP專案或者是你要做 Hugging Face的一些研究的話 可以用下面這兩個 因為這兩個是比較 Enterprise Label的 就是企業級在使用的 一些AI的開發解決方案這樣子 好 然後當然我們今天就是要用 Agile Machine Learning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進行Live Demo 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 Hugging Face裡面 有什麼樣子的東西這樣子 等一下 我看這支麥克風可不可以 ARA Test 這支麥克風怎麼聲音還比較大 好好 好 那我就這樣子來幫大家做Live Demo這樣子 好 那就是呢 這個就是我們Hugging Face的一個主頁 你只要呢 你只要輸入Hugging Face Google第一個就是了這樣子 好 然後呢 就是一進來的話呢 我是建議大家可以辦個帳號 然後呢 你就可以把你Chain好的模型 給上傳到這裡面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喔 它上面有三四個選單 都是比較重要的 首先我們來看Hugging Face第一個 最重要的選單是Models 剛剛跟大家說呢 Hugging Face就是AI時代的Gear 我們可以在上面找到一堆Model 對不對 我們就點進來 好 我們點進來之後啊 我們可以看到呢 它左邊 左邊這個選單 有什麼呢 Task 任務 然後呢 或者是你是要依據Library來分 你要用例說Pytosh Library 或者是你要用TensorFlow Library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Dataset 你要找什麼樣的Dataset 它這裡面都有 而且很多人整理好的Dataset 也可以上傳上去這樣子 好 再來就是Language Language就是中文英文啊等等的 西班牙文可以根據你的語言篩選 然後License就是授權 剛剛跟大家說我們用開源最重要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先檢查授權 所以呢其實你也可以依據授權來分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先依任務來分好了 好你看好像這裡第一個是什麼 就是多模態的模型 多模態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做自然語言處理 你也可以做影像辨識等等的 這種就是所謂的多模態 多模態的部分這樣子 然後再來還有這個Computer Vision 就是電腦視覺的 例如說你要做影像分類的啊 那我們點進這個影像分類的來看好了 好你就可以看到 這裡像什麼Google啊 微軟啊 他們都有上傳自己的模型 到huggingface這樣子 你就可以拿這個模型來做這些影像分類 好那我們點一下 微軟這個resnet50好了 resnet可以說是一個很經典的一個架構 它是用一個殘差的架構來跑的 這樣子讓準確度變得很高 我們就可以點進來看 它裡面的資訊啊這樣子 然後使用 然後再來它告訴你如何使用 它連範例程式碼都給你起來了這樣子 真的是非常方便 你就可以呢按照這個範例程式碼 然後它範例程式碼真的超簡單的喔 就是呢 它就是這裡就是說呢 把你的模型載進來 然後你模型這裡只要放上 Microsoft的resnet50 你就可以把這個模型載進來了 它的程式碼真的是非常簡單這樣子 沒有這是processor啦 不好意思 這邊才是模型 就是它這個處理器就是呢 這樣子就載進來 然後呢模型的話呢也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打算這一段 你就可以直接從huggingface上 把這個模型給抓下來 就可以馬上來使用它了 好然後我們今天講的是 就是缺霸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NLP的部分 好像NLP的部分 它這裡就有分很多 像例如說呢 文字分類啊 然後呢 token分類啊 然後呢問問題啊 等等的部分這樣子 好那我們隨便選一個 最最第一個 text classification 這種就是所謂的 分類它就是 例如說情緒啊 例如說這個是正面情緒 負面情緒 這類的問題這樣子 好這樣子 大家就可以看到呢 這裡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模型 都可以給你下載來使用 而且很多都會提供範例程式嘛 真的是非常容易 非常好用這樣子 好那現在再來就是說 像我們例如說 我們想要找最近最火紅 叫什麼LAMA對不對 Facebook的LAMA FacebookLAMA你看 在這裡面也都提供了 在這裡面也提供FacebookLAMA 我們看一下它沒有程式範例 好它這裡面好像沒有程式範例 不過可能要在它的文件裡面 再找一下這樣子 就是呢你連Facebook最新 開源出來的這個LAMA 也都可以呢在上面 抓下來使用這樣子 真的是非常方便 好那我們才看完第一個選單 我們剛剛看第一個選單 叫models嘛 第二個選單叫dataset dataset呢 就是資料集的部分 你可以呢就是從這裡面抓資料集 來train你的AI model這樣子 好像舉例來說 我們做這個影像分類的話 影像分類的話 ImageNet 1K ImageNet可以說是最經典的一個 影像的資料集 你也都可以在這上面抓下來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呢 別人提供的一些資料 像例如說這一個 這一些這幾個可能 欸這是什麼 牛津大學的花嗎 馬上來看一下好了 啊這個是牛津大學這邊的花耶 這樣子 然後呢就是你就可以抓下來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就是自然語言處理的部分 你看也都有資料集 你就這樣點進來 欸像這裡是TradeGP prompt 他可能整理了很多TradeGP prompt oh Linus Terminal 像例如說這個就是Linus Terminal的 然後呢 他就把這個Prompt給放進來這樣子 所以呢你都可以把這些資料集抓下來 勸你自己的AI模型這樣子 真的是非常方便 而且很多人會無私開源分享 所以呢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 然後當然授權還是第一個要注意的 像這個CC0應該就還可以用這樣子 好接下來我們 我們已經看完model跟dataset 我們接下來看space space是什麼呢 space是一個有點像是GihaPage的那種地方 給你展示你的東西用的這樣子 他這裡是什麼 就是給你展示你的模型 你可以把你的模型做成一個應用 然後呢放在space這裡面做展示 好像舉例來說現在最紅的當然就是Lama2了嘛 對不對 我們拿這個Lama27B Chat來看看 好我們點進來他就會讀一段時間 然後呢你就可以就是在這裡same一下 好我們現在馬上來跟他講個話 畫這樣子hello 然後就是hello world嘛對不對 我們跟他說hello world 看Lama會怎麼回覆你這樣子 好他就跟你講了一串就是如果你有什麼問題啊 然後呢可以不用擔心你去問任何事情啊這樣子 這個就是space就是展示模型的地方 這個Lama是官方提供的 你當然也可以把自己的模型給部署上去 部署在space裡面 然後呢你就可以跑你的服務起來做展示做demo這樣子 不過當然不只做demo 如果你要花點錢做到production level也是可以的 好這個部分就是space的部分 好那我們已經看完model dataset space 那文件這個部分我們就不用看了嘛 然後solution這個大家也參考看看就好 好我們接下來看什麼我們來看價格 好我們看價格你會看到這個呢hugging face hub 你可以無限的model無限的dataset無限的space 剛剛你放向是模型展示的地方也是無限的喔 然後多少錢free foreverfree 然後這些什麼都無限的 例如說最新的模型最新的工具community support 都是無限的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佛心到不行的平台 你不用花錢你就可以擁有大部分的功能 甚至你連部署你的東西上去都可以 然後再來的話呢就是有付錢的 像例如說有付錢就是說呢你的那個API 可以比較高等級啊或是你的chain model 也可以比較高等級這樣子 然後下面就有enterprise level的部分這樣子 好然後呢再來就是還有space 我們剛剛說space就把你的服務部署上去嘛 你也可以花點錢讓他變得更好這樣子 像例如說呢從CPU變GPU的加速啊等等的這樣子 那每小時是0.05塊 好然後再來還有一些其他的服務 大家就可以參考看看這樣子 喔對還有這個inference endpoint 你就可以部署上去你就有一個endpoint 就有一個web API 你就可以開始串你的應用服務了 所以真的是超便宜超好用這樣子 好那大概就是我們講huggingface 整個站的導覽大概就到這裡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什麼呢 我們接下來要講部署的部分這樣子 好然後部署的話呢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呢 我這邊會推薦使用agium machine learning來做部署這樣子 然後我們進來agium machine learning這一邊啊 我們可以點左邊這個有model catalog model catalog 好然後你點進來的話你就會可以看到呢 這個頁面就是huggingface的模型頁面 然後呢現在agium machine learning它提供了你huggingface的模型的快速部署這樣子 怎麼滾輪滾不下來 可能放太大了它整個跑板 好我這樣小一點應該還看得到 還看得到啊 對對對 好這個model catalog就是huggingface的部分這樣子 你就可以在這裡部署huggingface的模型 舉例來說欸像這個gpt2 它已經部署出來很久了 欸它不是我說錯了 它已經開放出來很久gpt2 你就可以這樣點它 點點它進來 然後我們就點這個deploy 然後呢realtime deploy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開始選 你要什麼樣的機器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是coda不夠啦 因為呢我已經開太多機器在上面了 agium machine learning它是會有coda限制 你超過coda你可能會付更多的錢 然後你組織要通過申請這樣子 那不過我們可以就這樣子點點點 然後我們只要按deploy 下面deploy按下去 它就部署好了 所以呢我們在部署這件事情上是做得很快的 而且呢就是呢它還會給你程式嘛 還會給你程式嘛 好我我現在切換到我一個已經部署起來的 好這個是cospat demo 好這個是我已經部署起來的一個qa的一個 一個endpoint這樣子 好那我們點這個consume的話 我們點這個consume 它就會告訴你說欸你的endpoint在哪裡 然後你的key是什麼 你的private key是什麼 然後下面欸程式嘛都給你提供好了 你就可以參考這個程式嘛 你就可以參考這個程式嘛 然後呢整合到你的chapbar裡面了 所以這個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這樣子 好那再來的話呢它這裡還有一個test 對test你就可以測試 欸我們來看一下它那個model的部分 我是我馬上來測一個測一個測起來給大家看 我這model是用哪一個model 對這個lobetabest 好它就是它這個其實裡面都有 你要送過去的格式啦 你就可以複製 你就按照這個格式做就可以了 所以真的是非常簡單非常方便 好我們就按這個test 他說欸我住在哪裡啊 我住在哪裡 然後呢它下面跟你說的文本 問題是我住在哪裡 然後你的文本是我的名字是這個 然後我住在柏林 然後它就會根據你這個文本 然後去知道你的答案 然後告訴你說欸我現在住在哪裡 我現在住在柏林這樣子 答案就是柏林 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這個操作上是非常簡單的 連程式碼 連程式碼都提供給你了這樣子 所以你只要按照它的json格式來做就好了 好然後再來給大家看一下huggingface的一些程式碼的部分 這個是非常簡單喔 2023Cost Club這一個 好 好這個簡單到什麼地步呢 是你看我們安裝transformer嘛 然後呢我們就把它import進來 我們import這個叫pipeline 然後pipeline呢我們這裡叫什麼gpt2 我們要叫做產生文字 然後我們可以setseed 例如說我的seed叫5566 大家都最喜歡5566的對吧 好然後你再來就按這個generate 你再來就用這個generate 然後你就可以產生說呢 我是一個語言模型喔 叫他幫你接起來 然後他就他後面就會說 hello I am a language model but I can say anything because you because my job is to give it 有的沒有的 然後呢第二個答案是什麼 hello I am a language model assistant of code 他就可以幫你做個文字完成這樣子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程式碼 真的是非常簡單簡單到不行 你這樣就可以開始做你的應用整合這樣子 好然後像先例說下面你要看這個gpt2的結構也是可以的 這個就是gpt2 model的結構這樣子 如果你要看論文你要做研究的話也是很方便的 好那再來就是程式碼的部分 我們就講到這裡了 然後還有部署的demo也就講到這裡了這樣子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回到我們投影片的部分 好就是我們剛剛live demo我們已經知道了就是說呢 huggingface網站的一些內容 大家怎麼使用包含models包含dataset 包含space還有task task就是分類剛剛我們不是分類分什麼multime model啊 然後呢自然語言處理啊或是電腦視覺等等的就task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我們了解到就是用huggingface做自然語言處理的容易程度 剛剛有帶大家看程式碼了 那程式碼真的很簡單很好理解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我們也了解了就是使用age machine learning 部署的優勢很快對不對 但是我剛剛沒有講劣勢 劣勢是什麼呢 劣勢就是剛剛它目前只給你快速部署 剛剛看到那幾個模型而已 如果不在上面的模型或是你自己上傳的模型 那就沒有辦法這麼快速當然還是可以部署上去的 當然還是可以快速部署上 也當然可以部署上去 但是就不會像剛剛看到的這麼快速點一下部署 就部署上去了這樣子 好那再來的話就看幾張截圖啊再複習一下好了 對這個就是model catalog你可以快速部署 如果沒有在上面你就沒有辦法快速部署了 不過你也可以手動寫程式來部署這樣子 好然後就是我只要點deploy就可以了 然後它這個機器都還會顯示價錢 像我現在就部署每小時0.11美金的機器這樣子 就比較小的比較小的服務 好然後呢它就deploy完 deploy完就可以說看到這樣子的就是成就是給你test 你就可以輸入這個test了 這個剛剛我們都操作過了 好然後程式碼也給你了嗎 這個程式碼其實也非常的簡單這樣子 好再來可能大家會想要關心 如果你想要部署我現在Facebook最火紅的LAMA2的話 剛剛我們也在上面看到LAMA2可以部署對吧 然後LAMA2目前最小的叫做什麼 7B Chat 7B Chat是目前LAMA2最小最不吃資源的 然後最不吃資源的它給你的資訊是什麼呢 你要開這個12核心 然後你的RAM要224GB 然後HDD這麼大 每小時6.12美元 所以大家可能要真的要計算一下你的成本 如果你真的成本可以 成本真的是超過6.12美元的話 大家就可以考慮這樣子 如果你的如果你的服務可能很少人用 服務很少人用 那你可能就不要部署到這麼高級的 不然每小時6.12美元真的是不便宜這樣子 好這個是它還是最小的 還不是最大的 好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講完了前面HuggingFace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講LINE Chatbot的部分這樣子 好就是這一張圖是最經典的一張圖 就是呢前面左邊這邊是你的LINE 然後中間呢透過LINE的平台 然後最右邊這裡就是你的Server 你的Web服務 你的後端服務 就是在你的Server這裡這樣子 好所以我們Server就是透過LINE這個平台 然後呢去把你的訊息顯示在LINE的應用程式裡面這樣子 這張圖相信很多人都看過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接下來一步一步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要先去LINE後台 我們要到LINE Developer裡面 LINE Developers裡面 我們要首先要先建立一個Provider Provider就是一個供應商一個公司的概念這樣子 我們首先要先建立一個Provider起來 然後呢再來我們要建立一個Channel Provider下面要建立Channel 所以我們要知道它的階層關係 Provider是最高的 然後再來就是Channel 然後Channel我這幾種 有包含LINE Login Message API Clobal 然後呢Blockchain還有Mini App等等的 然後我們要傳訊息的話 我們就是要用Message API這樣子 好然後呢在我們就是填入Message API 它需要的一些資訊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拿到第一個東西叫什麼 然後呢接著我們再來使用LINE的Python的SDK這樣子 然後這個也都是開源的 放在GitHub上大家可以去參考它的文件 然後它寫法很簡單 如果你只是要一個訊息回覆的話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 然後呢HandleAdd 然後呢TextMessage就文字訊息 然後就可以去Define這個 Define這個HandleMessage 然後呢把你這個LINE的API 這裡面都包含了你的Secret跟Token 然後再來就是ReplyMessage 然後Event 然後呢再來就是呢你的Text Text就是EventMessage.Text這樣子 好這個就是這個就是最簡單的什麼 硬生蟲 就是說呢你說ABC 老天機器人回你ABC這樣子 好這個就是最簡單的一個寫法了 好然後我們怎麼樣把HuggingFace整合起來呢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HandleMessage 有給你提供程式碼了對不對 你就把這個程式碼整合到這邊 因為最後面這一行程式是什麼 這裡就是回覆訊息嘛 這裡就是把你的訊息給回覆進去這一段 所以你就是呢把這一個程式碼加這個程式碼 這樣就可以整合到你的LINE chatbot裡面了 是不是真的非常容易啊 沒錯就是這麼簡單真的 所以呢就是其實不難寫 其實不難寫你這個透過這一種方式 你很快就可以產生你用HuggingFace的一個LINE的BUT了這樣子 好然後呢再來就是說呢 這個連結可以給大家參考 就是呢就是我之前錄的一個影片四十幾分鐘 用Jungle來串接LINE 裡面把很多LINE的串接的觀念啊 還有程式碼啊 然後呢還有使用Web的服務啊 怎麼做啊都通通都在這個影片裡面了 因為今天我們只有30分鐘 我不可能在這裡當場把把程式寫完串完這樣子 所以請大家回去參考這個影片真的 如果你想要用Python來串接LINE的話可以參考這個影片 好然後再來的話呢如果你想要了解HuggingFace更多的話 也可以參考我寫的這一系列文章 這一系列文章也很完整這樣子 一路部署到聊天機器人 這樣子 好然後呢再來就是說呢 還有一個就是如果你想要了解HuggingFace的 也可以參考我寫的文章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我真的是寫了很多東西 做了很多東西 你把我這些讀完的話 你絕對就可以做TradeBar了這樣子 那這是繁體中文最完整的文件之一這樣子 請大家參考 好然後呢最後就是工商時間了 工商一下 首先工商第一個呢就是說呢 欸這是小弟我跟朋友和寫的書 目前天龍書局月銷售排行第二名 第一本針對軟體工程師寫的TradeGP專書 使用Barnet跟Node.js雙語言 然後我們講的TradeGPT是什麼 是Agile OpenAI裡面的TradeGPT 是Agile OpenAI裡面的TradeGPT 所以呢是適合你做企業級應用的 再來我們還有講Cognitive Service for Language Model 這是另外一個部分這樣子 再來還有教你什麼FyTune 什麼FyTune GPT 然後再來還有教你Semitic Kernel跟RAG Pattern 這個算是做自然語言處理應用 一個還蠻新的一個概念 像剛剛我們看到說 欸我住在柏林嘛對不對 剛剛我住在柏林那一個QA問題 你會發現你要先你要上傳你的問題 還要上傳你的文本 你才有辦法做QA 可是如果你想要做更好的QA呢 欸那你可能就要參考這類的技術 尤其是RAG Pattern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上個月才剛新出的Bring Your Own Data 也都有在裡面 真的就是很推薦大家可以考慮這本書 然後再來第二個工商是 小弟我跟那個AlphaCamp 大家應該都聽過AlphaCamp吧 就是我們有辦一個AI Builder Day這樣子 小弟我在這裡 然後呢就是為一個實體講座加線上直播這樣子 然後呢這一頁算是最重要的 500元的折扣 真的大家可以考慮拍下來 就是說呢 你可以用我的折扣碼就500元折扣這樣子 然後呢注意折扣碼是KOKO0825 兩個英文O跟數字0這樣子 那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賺500塊參加一個活動 我們會在那個活動講更多Hugging Face進階的東西 好那再來就是本日投影片這個大家也可以拍下來 就是回去就好好的再參考一下 因為裡面真的放了蠻多我過去做過的東西 包含教你們怎麼用Jungle做TradeBar 教你們怎麼用那個Hugging Face 教你們怎麼用Edge Machinery 都有更多更詳細完整的內容這樣子 好那麼以上就謝謝大家 我們好像還有個兩三分鐘要不要來QA一下 好一個問題一個問題 有沒有朋友想要QA一下 沒有的話 我們就謝謝柯柯為我們帶來的分享 好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